自从2003年因为出演于观音爆红后 海青一直被称为国民媳妇 在大家的印象中 她不管是演技还是口碑都非常好 直到最近黑历史被网友扒出 才发现海青的另一面 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这句话 是爱欧豪讽刺郭敬明 还曾在颁奖台上 得罪了整个娱乐圈的女星 为何海青依旧资人不断 只是因为她演技过人吗 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 2013年快乐男生的比赛中 节目组邀请海青担任V神 其实当嘉宾公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感觉非常意外 毕竟海青的人设和选秀 实在差得太远 当记者询问为何会参加选秀时 海青表示年龄不是问题 代勾也不是问题 任务也不是问题 这个回答让很多人猛 而更奇葩的操作 则是欧豪与青选手拉票的时候 海青不仅在党师席位上 表达了她对欧豪的欣赏 还觉得这不够 在经过何炯汪涵的同意后 站在舞台的中央 向欧豪单膝下跪 并且告白你是我的神 让欧豪肝大无比 就连何炯汪涵都在状况之外 直到海青告白完后 欧豪立刻将其扶起来 随后海青又大声询论欧豪 喜欢短发的女生 还是长发的女生 当听到是短发女生后 海青大声吼道 这辈子短发为你而留 再次让气氛变得无比尴尬 下跪门事件后 海青的铃声受到很大的影响 各种炒作作秀的声音 差点让她的前途毁于一旦 但海青放飞自我的道路 并没有停下 2014年在某颁奖晚会上 海青作为颁奖嘉宾 为郭敬明颁发年度导演杯 当天海青打扮得非常漂亮 无比吸引人 但当他颁奖时 走到郭敬明面前 却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高跟鞋脱了 然后递上奖杯 虽然外界对郭敬明的身高 总是议论纷纷 可敢当面讽刺的 估计只有海青一个了 后在颁奖过程中 主持人还问海青为何要脱协 郭敬明脸色无比尴尬 想要打断发言 海青却丝毫不惧怕表示 主办方说 很多女演员都争着 要给郭敬明颁奖 但必须要脱协 估计当时主办方内心 也是不平静的 除此之外 海青的抓马鸣场面 多得数不胜数 2019年青年电影节上 海青在颁完奖后 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 而是将姚晨周东 女宋家梁静 四位演员一起叫到台上 发表了一段三分钟的演技 内容可以说非常让人震撼 一开口就得罪了 整个娱乐圈的女星 在台上的时候 宋家脸色就非常不好 当海青演讲完毕后 还邀请四位一起发言 宋家直接说 海青的观点 仅是她个人意见 之后就头也不回地下台了 而姚晨 梁静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则顺势说了这些 鼓励女演员的话 结束了这次闹剧 其实海青为女演员 谋福利并没有什么错 只是发言的场合 并不合适 因为这件事 海青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就算是姚晨发微博支持她 也没能改变 她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海青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自己就是一条狗 家人朋友合作伙伴 则是周围的栅栏 一旦让自己跳出栅栏 就是一条疯狗 虽然海青大大咧咧的言论 收割了很多粉丝 但也有人觉得 这比喻实在太过分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经历过如此多名场面的海青 为何资源依旧很好 大家都知道 海青是黄磊的学生 他能走到今天的地位 离不开黄磊的支持 2006年 黄磊推荐海青 拍摄了双面胶 之后海青 就被贴上国民媳妇的标签 在多年的相处中 海青和黄磊的关系 早已超过了普通的师生友谊 海青才参加领域有约时曾说 黄磊把自己迅哭后 还要自己笑 当时他发誓 以后再也不和黄磊说话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眼泪的教导 成就了今天的海青 他不止一次说黄磊是自己的恩人 最近几年 他和黄磊一起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可以说是经典的荧幕夫妻 其中小别别和小欢喜 不管是收视率还是好评率都非常高 正是因为演技还算拿得出手 所以才没有彻底 被这些名场面击垮 很多人都好奇 海青到底是真随性还是在长作 看看他以前的经历就知道了 在北影军训期间 海青放飞自我长了三十多斤 所以上大学的时候 几乎没有男生追求过他 因为不愿意爬楼梯 手提着四个暖水壶爬八楼 被同学尊称豪哥 为了提高自己的形象 专门戴上牙炮 但在拍戏时 因清晰太过饱满 将男演员划得满嘴都是血 海青出道多年 一直在靠作品说话 作品才是他真正的底气 他将自己的私生活保护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以为他还是单身 其实海青早已结婚生子 丈夫是圈外人 坊间传闻 其丈夫在银行担任高管 身价上亿 海青和丈夫高中时就认识 很早之前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能也正是因为 有过实力雄厚的丈夫 所以海青才敢肆无忌惮地做事 毕竟就算是在娱乐圈混不下去了 也可以回家躺平 对此你们怎么看